狡猾的白衣黑仔趴在这里原地不动 用他的运动鞋猛灯我小仙女的脸 这能气得过的 跟他对视一下 能不能让开 再这样我可要扫地板警告了 警告一次 两次 三次警告居然无效 他无视了我猛虎下饭的警告 加入丧尸阵眼 他跑得相当快 还想用F29输出 空中脑道 跑都跑不了 到第二轮接着制裁 想不到他还在这原来位置 真不怕我变丧尸挠他 我就在这位置 变丧尸秒抓 他有所防备 很聪明 变丧尸我会延迟一下 他立马想点传送门 结果被他队友捡了 好周围没啥跑酷点威 跑是跑不掉的 连续制裁他两局 他终于第三轮破防 气不过 原地不动 消失了 是不是大快人心 到第三轮 阻碍终于不见了 去C点如此顺畅怎么行呢 我往这里一趴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那怎么我也变成阻人仔了呢 赶紧把位置让开 阻碍已经扫除 到第三轮随随便便 变个猎手 而且这里又没人 随便输出一下 现在跑酷了 大家还喜欢看吧 跑酷贼跑了个两三年吧 腿都要跑断了 突变3.0还是没有吧 这位置我还有个意图 就是看看有一些小藏师啊 过来 我把他打盘 然后一拳 这就是惹怒我的下场 血条控制没到位 要是小藏师 也能显示血量就好了 这肥仔还没跳过来 跳过来 他就嘎了呀 顺利便利手 好家伙啊 直接变龙系列手 捡一个人 这队友怎么还有横皮 批我呀 得亏没队有障碍 再紧一根前滑针 小藏师忙着挠地手 针都不要了 那怎么能打过我呢 爬上来一只小肥 注意啊 贴裂龙系列 这一喷直接烤糊了 脚下又过来两头小肥 明显也不是我对手啊 这搞得我设备都快崩溃了 疯狂吊针 我这可是平板啊 队友也居然没变成我强化针 实在是不容易啊 这小藏师有机会把他淘汰的呀 跑哪儿去了 追他的时候 跑得比猴都快 不追他呢 自己还要爬上来 最后一只小肥 很急 自己不会飞 那我跳下来找你吧 旁边猎手挥满血 也要过来打 一滴血往哪儿跑呢 只能录我一条啊